为了分散中立捐血市捐血人潮 提供中立地区民众更便利的捐血环境 新竹捐血中心在中立区后辽一路成立了龙岗捐血市 并举行了开幕剪彩仪式 由台湾血液基金会董事长叶金川亲临主持 希望透过捐血市的成立提供当地民众更便利的服务 龙岗捐血中心的成立 让很多开车前往捐血的民众更加方便停车 不再因为停车的问题而苦恼 台湾血液基金会董事长叶金川就呼吁民众 要养成主动定期捐血的好习惯 捐血除了可以拯救生命之外 对自身的健康也有好处 中立捐血市那边大概都会客满 就是中午或是比较热门的时段 像礼拜六日大概都会客满 那边停车也不是那么方便 那所以我们就说叫孙主任再找另外一个点 那他今天找到这个地方非常好 这边停车也方便 那空间也比中立捐血市多 那能够分散这个中立捐血市 那一方面也希望说这边可以 这边附近有大概恐怕有十万人 那可以分散这边 然后增加这附近的捐血人口 一名因为意外受伤而接受他人捐血的 林先生表示 他现在是一名捐血人 目前为止已经捐血超过十百多次了 捐血除了可以证明自己 有良好的健康身体状况外 也因为自己也是受血人 所以受人点滴当涌泉以报 只要身体状况良好 就会持续捐血回馈社会 帮助更多需要输血的朋友 也欢迎民众抽空来捐血做公益 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因为我觉得捐血可以显示 自己的身体很健康 第二就是我以前自己也是受血人 然后我觉得老师有教过 受人点滴当涌泉以报 所以我觉得在我还可以捐血的时候 我应该尽量的把我的回馈给社会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受贿 龙岗捐血室空间相当宽敞 有舒适的沙发电视区 提供民众捐血后的充分休息 还能享用点心以及现煮咖啡 桃新闻冬雨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